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0月31号 是宗教改革504周年的纪念日 504年前的今天 还差10天就满34岁的马丽路德 把95条论纲贴在威登堡 诸圣堂的大门上 以此为标志 宗教改革就正式拉开帷幕 今天我们纪念这个日子 感谢主在500年前 兴起了马丽路德 加尔文等一代的圣徒 将上帝已经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上帝早已在圣经当中 明确启示给我们的救赎之道 重新清晰地表述出来 宗教改革运动 重新确认圣经是上帝 赐给我们的最高的信仰和生活的标准 重新宣告 人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将因信称义的福音上面 所积累的尘埃 阻去 重新将我们得救的缘由和盼望 完全地聚焦于耶稣基督 同时强调 每一个信徒的整个生命 他的一切思想和言行 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 也完全是为着上帝的荣耀 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五个唯独 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 唯独上帝的荣耀 2014年 我们秋雨教会还在江信大厦的时候 在10月31号那一周 我们在19楼连续举办了五个晚上 纪念崇拜 就是分别用 来讲的无常道 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 唯独上帝的荣耀 我们以此来纪念 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裔 我们这间教会是持守 五个唯独的教会 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尼西米记 和之前我们今年一直在 讲台在传讲的以斯拉记 我们看到另外一场宗教改革 在主前444年 贝鲁归回的犹太人 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这一场运动的核心人物呢 是以斯拉 从新耶教会来看 以斯拉好像并不是重要人物 他出现在旧约时代的尾身 在他以后 我们看到圣经当中 圣经旧约最后一篇书是马拉基 马拉基和 和以斯拉应该是同时代服侍的先知 在那以后 上帝沉默了400年 直到耶稣基督来 这我们看来好像以斯拉并不起眼 就是圣经中提到的这么一个人 而是对于犹太社会而已 以斯拉是非常重要的人 有人称他是犹太教之父 在旧约历史这本书当中 问到他说 传说中犹太人说他是摩西第二 当然有些夸大其词 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如果说摩西是以色列的奠基者 那么可以说 以斯拉对以色列进行了重组 赋予其信仰以全新的形式 使他借此 得以在以后的世纪里延续下去 在尼西米记的前传 《以斯拉记》第十章当中记载了 以斯拉在主前458年 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所着手的第一项重大改革 就是禁止于外邦人通婚 在那之后的十几年里面 直到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前 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圣经没有写 从尼西米记第九章 以色列众民的认罪的 那个长长的公导当中 我们大概可以推测 这十几年当中 以色列的改革进行的并不顺利 而且以色列百姓在物质和手驴上 应该是都遭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 在九章的三十六节到三十七节 他说我们现今做了奴仆 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子 享受其上的土产 并美物之地 看哪 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 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 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害 挟制我们的 他们任意挟制我们的身体和身处 我们遭了大难 你在这里看到 好像他们对波斯诸王 对他们的宽容 对他们的恩待 好像没有太多的感谢 反而在这里讲到说 我们做了奴仆 我们的出产都归了这些王 他们是你派来挟制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 在以色拉第一次改革十几年之后 上帝感动尼西米 回到耶路撒冷 作为波斯王所信任的进城 九镇 尼西米便任命为尤大省的省长 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用52天就修好了城墙 在之前苏比森长老 从城墙到人墙的镇道当中 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 尼西米作为省长最重要的作用 不只是修复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城墙 为上帝的百姓提供一个身体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 他将协助以色拉进行圣约社群的重建 你从尼西米记的第八章到第十章 就比较详细地记载了 圣约社群的重建的这个基础 这个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一场宗教改革 武卿传道在第八章的正道题目是 圣道是复兴的根基 以色列百姓的宗教改革 首先是回到对道的重视 对上帝话语的重视 对律法的重视 七月初一是他们的新年的第一天 这是犹太人的吹脚节 以色列所有的会众都聚集在水门前 开始学习立法书 回到神的话语 是一切宗教改革的第一要素 而且你看到这个七月 是非常不一般的七月 这个七月是留火的七月 当然把以后 这是以色列宗教复兴的七月 众人从七月初一聚集 中间经历了七月十五到二十一日的 这个七天的祝宝典 然后第八天呢 七月二十二日 照例有严肃会 严肃会的特点是不做工 什么忙碌的工都不做 安息在神的面前 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个 全教会进食祷告日 然后又隔了一天 接下来是七月二十四日 在第九章 上次丁苏琪传道 他正道的题目是恩典与罪恶 在这一章当中 他们有一个长长的祷告 他们来认识自己在历史上 如何的犯罪得罪上 然后上帝又如何的是 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 他不断的拯救他们脱离 筹集的侠制和他们自己的败乱 宗教改革的第二个要素 是认罪悔改 回到神的怜悯和赦免 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十章 将要讲到这一场宗教改革的第三个要素 就是立约 是盟约的更新 一切都更新了 这种更新所带出来的新的顺服 新的生活样式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 华人牧者团契举办了宋尚节诞辰 120周年的纪念大会 这个大会的第一篇正道 是戴祭宗牧师讲 戴祭宗牧师是戴德森的第五代后领 他讲了一篇道 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听了 讲得太好了 这篇道的题目叫复兴的蓝图 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 他说他听了好几遍 他感觉这个戴祭宗牧师讲到的这个语气和这个手势 都很像王一牧师 很奇怪 感谢主 戴祭宗牧师那天 讲到复兴的四个要素 第一是宣讲神国的福音 第二是彰显神国的大能 第三是领受神国的祝福 这里他讲的是悔改 认罪悔改 第四是承洁神国的生命 使命 承洁神国的使命 这里他讲到的是 顺从 跟从 跟随 无畏的跟随 全然的跟随 你有没有发现 他讲的这四点 除了这个第二点以外 其他的三点都跟我们上面讲的 这个以色拉所领导的这一场的宗教改革 非常的相似 第一 是向神的话语归正 因为这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 这也对应于五个唯独的唯独圣经 第二 是向神的恩典归正 有真实的认罪悔改 彻底的认罪悔改 不断的认罪悔改 这对应于唯独恩典 第三 是向神的呼召 神的使命 神的圣约归正 活出神所悦纳的生活 这对应于五个唯独里面的 唯独神的荣耀 所以你看到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历代 凡事有庆心 凡事有真正的宗教改革 他的内在的特点 是如此的相似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仔细的来看一看 在尼西米记第十章当中 当时以色拉是如何的带领 以色列人来以圣约为根基 不断的归正 这一章连着上面 第九章的三十八节 在马索拉的抄本里头 九章的三十八节是归到第十章的 应该是第十章的第一节 所以今天我们正道呢 就把这一节呢 放在这个第十章一起 看到这一部分内容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这是从九章三十八节到十章的二十九节 这个地方是 立约归正的群体 和立约的形式 第二部分呢 是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九 这是立约归正的这个主要内容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第一部分 立约归正的群体 和立约的方式 九章三十八节说 因这一切的事 我们立确实的约 写在册上 我们的首领立约仁和祭司都签了名 作为第九章当中的认罪悔改的果子 百姓开始立确实的约 这即使在上帝面前的立约 也是与众人互相见证 彼此监督的立约 有点类似我们教会的 会有盟约 立约的群体是 哪些人呢 从圣经来看 包括了以色列全体会众 在十章二十八节说 因为前面是这个代表他们签名的 然后十章二十八节说 其余的名 祭司 立约人 守门的歌唱的 尼提宁和一切 离决邻邦居民 归服神律法的 并他们的妻子 儿女 凡有之神能明白的 所有的这些 以色列的全体会众 就是小孩子呢 应该是由他们的父母代表 他们 他们没有 特别小的小孩子 但是凡是能够明白 明白上话语的 一起来立约 这是立约的群体 那立约的方式 两个方式 我们看到有两个 第一个 这是首领 立约人和祭司 代表民众 签字 这个签字这个地方 原文是盖印 签字是现代人 现在人是拿个笔就签字了 就是古代是很 是不太 常见这种签字的 都是盖个印 盖章 张盖上 就是代表他的签字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上帝的子民当中 一直存在的这个 代表性 首领 祭司 立约人 他代表 众百姓 与上帝立业 在尼西米记的 第十章 一到二十七节 详细的记载了这个 领袖代表的名单 首先是 尼西米和西里加 尼西米是签名的第一个 他是当时的这个犹太社群当中的领袖 那这个西里加可能是另外一位领袖 另外一位可能跟他差不多的一位 一位一位行政上的领袖 那其次是二十一位祭司长 根据解经家的注释呢 这其中可能至少有十五位是家族 这就是为什么以色拉的名字 你看到没有啊 其实第一个就是以色拉 希莱亚 就是以色拉所在的这个祭司的家族 希莱亚是 以色拉的父亲 然后 再然后呢 是十七个立位人 耶稣亚 宾内 贾灭 这几个名字 你看到 在前面的哈 耶稣亚 宾内 贾灭 这前三个 是跟索罗巴伯一起归回的 立位的三个大的家族 然后还有 接下来 这个其中有七个人呢 是以色拉在宣读立法书的时候 在百姓当中来重复宣读 并解释立法的人 这在第八中当中 你就看到 然后呢 就是四十四位百姓领袖的名单 你看到 这个代表性啊 这是 一直是 上帝的 百姓 圣约的群体的一个 一个特点 2015年 我们 教会 发布这个 一个95条 我们对家庭教会立场的重申 代表会中签名的呢 是七位长老 在2018年 新宗教十五条里实施之后 新的一轮对家庭教会的逼迫 正在酝酿之中的时候 王一牧师发起了一个 为基督信仰的声明 但是标题上 特别的著名是 牧者联署 在这个联署上 签字的是全国各地 将近五百位牧师长老传道 他们代表的是 中国交通教会当中 一大批的教会 这些教会 立志 高举圣经 顺从神 而不顺俗人 他们决心 走基督 十字架的道路 愿意 但是同时呢 又 愿意 顺服 上帝在中国设立的 掌权者 我们甘愿为 福音的缘故 忍受不公平的制法 所带来的一切外在损失 出于对同胞的爱 而情愿放弃一切 原本属于我们的 肉身上的权利 而且他们 持守正教分立的 原则和基督 是教会 唯一元首的立场 这四五百位 牧者 在这个 联署上签字 在这个信仰 声明上签字 意味着这些人 他们愿意承担 由此带来的 风险和责任 也意味着这些人 愿意首先来遵循 这些声明当中 所表述的内容 也承担 以此来教导 会众的这个责任 而我们在 这一个 尼西米记当中看到的 当时的这些首领 祭司 立位人 他们 代表百姓在 与上帝所立的约上面 盖章 其内涵是 类似的 这些首领 祭司和立位人 不只是自己 表明立场 愿意遵行此约 而且他们还担当着 要教导 引导百姓 一起来守约的责任 这是 立约的这个第一个 我们看到第一个方式 就是代表天理 第二个呢 是 会众 其余的人呢 其余的人怎么参与的呢 其余的人是 发咒 启示 你看到在 第二十九节 这里讲到 其余的名 他们是随着上帝所 设立的领袖 一起 发咒 启示 为什么是 发咒 启示呢 因为神与人 立约 是用血的 赎价 所立的 生命之约 你记得 上帝与 亚巴拉罕立约的时候 他使他沉睡了 然后 然后就看到 那个 那个 这个劈开的 这个 动物 然后一个冒烟的颅 在这个劈开的动物中间 经过 这是 立约 没有不用血 就是 用血的赎价 所立的这个生命之约 如果你认真遵行 就蒙上帝祝福 反之 则要受 灭亡的咒诵 如果你去看 这个 生命记的 第二十八章 生命记二十八章 有弟兄姊妹 你 圣经 在手边 又熟悉的话 你可以快速地翻到 生命记二十八章 你来看 在前面这个地方 二十八章 之前面 然后这些百姓 他们在 这个 以巴禄山上 宣布 咒诅 然后 在 吉利新山上 为百姓 祝福 然后这个宣布 咒诅的人 他们都 他们都在那里念 说 做了 做了这些犯罪 犯了这些罪 那人必受咒诅 然后百姓都要答应说 阿门 你看到没有 这叫 这叫 发咒启示 然后如果 你看到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 这里面 一共有 六十八节 六十八节 讲到 摩西要告诫他们说 你们要遵行上帝的 诫命 律律和典单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一到十四节 是宣告 遵行诫命 要蒙福 但是接下来 十五到六十八节 都是在宣告 不遵行诫命 所要遭受的证据 好长啊 你看到 在耶利米书三十四章 那里面有一个例子 如果你可以翻的话 你可以快速地翻到 耶利米书的三十四章 这里面 有一个叫 西底迦的 犹大的国王 他其实已经是末代君王 西底迦 他也曾经与百姓立约 在什么情况下 立约呢 是在尼布贾尼萨 这个 巴比伦的大军 压境的时候 围困了耶路撒冷 然后这个时候呢 耶利米向 犹大王西底迦 宣告了 耶和华的审判 西底迦这个时候 可能就想起来 这个 哎呀 这个我们货灾 我要悔改了 然后 这就是确实 他就开始 与耶路撒冷的 众民立约 要向他们宣告自由 叫个人任他 西伯来的仆人 和婢女自由的出去 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 犹大弟兄做奴 这个是不是好的 好的哈 他们之前犯罪嘛 让自己的 自己的弟兄 做了奴仆 他们就悔改了 大家也确实这么做了 但是很快 他们就反悔了 又把已经释放的奴仆 那些奴隶的叫回来 勉强他们继续做奴 于是上帝非常愤怒 也带着一些 幽默和反讽的方式 来宣告 这犹大国的首领 和百姓的审判 上帝的那段话 真的是有点幽默 他说 他说 你们 你们没有听从我 个人向弟兄临舍 宣告自由 你们不向他们 宣告自由 是吧 看啊 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 我也给你们自由了 就是使你们自由于 刀剑 饥荒和瘟疫之下 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 这是一口话说的 你不给你的弟兄自由 是吧 那我给你自由 我给你这样的自由 在天下万国当中 抛来抛去 享受这个刀剑 激荒 瘟疫的自由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些被鲁归回回的百姓 他们对耶利米的 这个 告诫 对耶利米所记载的这些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他们起初就是不听耶利米的话的 这个在亡国的那时候 就会不听耶利米 上帝借着耶利米 苦口苦心的劝他们 他们不听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对 那个西里加的那个内约 又不遵行的那个事情 应该是记忆无心的 这个事情正发生在他们亡国之前不解 所以当他们发咒启示的时候 应当记得 如果不遵行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这是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部分 立约的内容 立约的内容 这个从第十章的三十节 到最后最章的这个十章的三十 三十九节 弟兄姊妹 你仔细的看呢 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乎婚姻的圣节 第二个呢 是关乎守安息日和安息年 就是要安息 第三个呢 是关乎奉献 那奉献的这个部分呢 讲到圣殿税 讲到献祭的财 讲到十一奉献 这些 讲到各种奉献 就是到三个方面 那我们一个方面 一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方面 婚姻的圣节 为什么婚姻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他们在与上帝的立约当中 讲到三个方面 然后独独的要把婚姻这件事情 要提出来 而且你看到 这个以色拉回到 耶路撒冷之后 首先着重改革的 就是这个 婚姻上的混乱 为什么婚姻这么重要呢 因为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 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婚姻当中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是一种彼此尾身的关系 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 最重要 最独特的 使徒保罗说 婚姻当中 两性的联合是 极大的奥秘 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而且婚姻 也承担着上帝 要他的百姓 生养尽田的后裔 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 因此在婚姻上的选择 指向的是 十届的第一届 你是否遵循第一届 你到底是否敬拜唯一的上帝 所以你看到 这些与迦南地的 偶像的外邦人结婚 与那些信仰上 跟我们不同的人结婚 这个严重的后果是 会受到你的配偶的影响 一起落入到 拜偶像的可怕的境界 你看到出埃及记 第34章 14到16节 这里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 你看到他 当他讲说 你不要娶外邦人 跟外邦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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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的时候 他讲到那里的由是什么 就是不可敬拜别神 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 名为祭邪者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 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义 祭祀他们的神 有人叫你 你便吃他的祭物 又为你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他们的女儿 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义 使你的儿子 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义 所以这里 你看到 摩西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之所以不让你们 去跟外邦人结婚 不只是因为 你们属世的利益的关系 根本说是因为信仰人 那在生命纪当中 摩西再一次地讲到说 不可与他们结婚 不可将你的女儿 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叫你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因为他必叫你 他必使你的儿子 转离不根徒 去侍奉别神 以至耶和华的怒气 向你们发作 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 以色拉 在我们看到 以色拉记的 第九章 到第十章 这个地方 以色拉他回到耶和华人之后 首先治理于婚姻的贵政 以色拉把这个叫做什么 他说这是大罪 大罪 你看到 在 以色拉记九章十四节 他说 我们岂口再违背你的命令 与这行可证之事的 您接亲呢 若这样行 你岂不向我们发怒 将我们灭绝 你是没有一个 剩下逃出的人吗 你看到吗 他把这个事情 说的是如此严重 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些事情犯罪 那上帝会将我们灭绝 所以在第十章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 以色拉采取了一个 看起来是非常 非常不同 不同情理的一个处置 就是你结了婚的 也要离婚 要离结一切外邦的妻子 所以 当然 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也要 也要跟外邦人离婚 这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新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 但是在当时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 来看待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 婚姻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我们生命当中 所有的这个层面里头 最为基本的一个层面 人生三个基本层面 婚姻工作和侍奉 或者是要敬拜 婚姻工作和侍奉 那婚姻是 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基本的生活场景 如果你在婚姻的选择上 已经开始 不重视上帝的 戒密 律例和标准 你按照自己喜好的来行 那实在是很危险 使徒保罗说 你们与不幸的 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 对于我们这间教会的 未婚的 单身的弟兄姊妹而已 我们当晓得 与不幸的人结婚 并非小事 乃是犯罪 亲爱的弟兄姊妹 最美好的事情 是为主单身 为主结婚 我们在129之前 那一次的11月11号 曾经在教会讲过这样一篇道 有些弟兄姊妹 你特别单身的弟兄姊妹 你希望更深的了解 你可以再去 再去听那样一篇道 再去回顾 那我知道我们现在 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 是在婚姻上是有挣扎的 那我们 明年在主日学的规划当中 我们会专门来 讲婚姻这个主题 从恋爱开始到婚姻 到离婚 再婚 等等这些情况 那今天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完全的展开 我是希望弟兄姊妹知道 婚姻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是大事 如果你不知道原则 那我想原则其实非常简单 原则非常简单 圣经上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应用 你在一些应用上 有些拿捏不准 你需要来 咨询教会的 属灵的长辈 或者是教会的 长老会 来帮助你 来分辨 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应该如何的做判断 我们当晓得 今天的全世界的这个 教会 现在这个世俗化的名道当中 西方的教会 的堕落 首先是在对婚姻的 亲户上开始的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说 这个 这个什么欧洲人 什么美国人 他们基督徒的离婚率 跟不幸的人 没什么差别 当时大家可能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这个事情 有有何感想 这证明其实 这些 与上帝立约的这些百姓 他们已经离弃了 这个约 他们实在是在 犯罪 得罪上 所以 当他们 开始离弃上帝的时候 上帝也任凭他们 落在 极大的荒凉 和可怜的境地当中 这是第一个内容 你看到 关于婚姻的圣经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个 安息日 就是特别的强调说 这个 安息日的时候 我们不做买卖 就是有便宜的东西 我们也不买 对圣经上讲 我们 他们带了货物和粮食 来卖给我们 我们必不买 然后又讲到 安息年 每逢第七年 必不耕种 凡欠我们债的 必不追讨 为什么 安息日和安息年 这个安息 如此的重要呢 要知道在 摩西的立法当中 不守安息日 不守安息日的人 要用石头打死 安息日出去剪柴 也要用石头打死 那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在 出埃及记的 第二十章 这里 讲到十诫的时候 和在 生命记第五章 讲到十诫的时候 关乎第四节 安息日 都是最长的 你有没有 心里面有点 奇怪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第四节这么长 这里面 上帝讲他们 一定要守安息日 给他们两个理由 第一个 因为上帝创造世界 六天完成了 第七天安息了 因为创造的缘故 你们也要 也要享受 也要像 你们所信靠的上帝 那样 享受安息日 因为耶和华 赐福与安息日 定为圣人 然后他又从 救赎的理由 在生命记得里 你们曾经 在埃及为奴的时候 没有安息 奴隶是没有 安息的 一周七天 是天天都工作 那后来你们 得了拯救 你得了拯救 你要纪念 你曾经 做奴仆 的时候 是怎样子的 没有安息 所以今天 当耶和华 神用大能手 将你从那里 救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守安息日 安息日是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 重要的标记 将我们 从不信的世界 分别出来 你看到 创造的高峰 创造我们 一般都以为 创造的高峰是人 对吗 我们最后造了人 但是我发现 造人还没完 造人 七天 是一个时间的循环 第六天 造了人 创造的高峰 是安息 这七天的安息 才是最高峰 创造的目的是 要让受造物 和神一起 享受安息 这是创造的目的 然后 救赎的目的是什么 救赎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得救 得救了 我不只是得救 你本来完蛋了 你得救 救赎的目的是 安息 你在上帝里面 享受那个 真正的安息 这个世界没有安息 而在上帝的百姓当中 有安息 所以对着安息日的态度 非常具体的显明 你到底活在哪一个世界 你是为哪一个国度而活的 你是为眼睛所看得见的这个国度 而活的呢 你还是为眼睛看不见的这个属天的国度 这个上帝自己的国度 而活的 为什么安息日我们停不下来呢 为什么我们还要忙碌呢 因为眼睛看得见的肉体能够感受到的这些东西 这些利益的好处占据了我们的心 对于基督徒而言 安息日呢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七天的第六天 不是七天的那个最后一天 不是七日的最后一日 七日的最后一日是 对于犹太人就是星期六 那我们现在 我们的安息日是主日 七日的头一日 这是我们称为礼拜天 这天就是做礼拜的 这天是我们的安息日 王英国师在 在多年前 因为那时候还有微博的时候 写过好多条 这个守主日的微博 那时候微博会写 只能写140字 他写过很多条 我想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 我们弟兄姊妹 好好的再来 再来读一读 回顾 我选择几条来 念给大家听一下 安息日 不但指向上帝的尊荣 和对他的崇拜 同时也指向 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上帝为我们创造出 可以喘息的时间 以确保我们从 世界的控制 无数的日程 以及他人对我们的期待中 分别出来 安息日意味着 在这一天 没有人可以支配我们 赐福的原因 指向肥沃 丰盛 而这一切都已在基督里成全 安息日是指向未来的 对以色列而言 安息就是出埃及 对教会而言 安息在于 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分别出来 敬拜上帝 不是服从属地管辖的法律 而是见证 属灵管辖的主角 不在于今天如何生活 而在于明天如何生活 如果我们过于的适应当今世界 我们就会严重的不适应未来世界 然后我再念两条 上帝在创世之初 设立了婚姻制度 就是离开父母与妻子里 工作制度 就是治理这地 修理看守 和敬拜制度 七日的一日 归以后华为神 教堂以敬拜之所 拆毁教堂 这是在也是在14年前后 拆毁教堂不是拆毁建筑 而是攻击上帝 设立的敬拜制度 及安息日的主 然而 对于那些不守主日的信徒来说 教堂不早就在他们心中 被拆毁了 在这个时代 一个奴隶的基本标志是什么 是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出版自由 没有民主选举 没有准圣证 房子被拆迁 被国保喝茶 不是的 一个人没有这些 仍然可以是自由的人 做奴隶的基本标志到底是什么 让我告诉你 是没有时间安息 没有时间守主日 所谓奴隶 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这种人的基本标志 就是没有时间做礼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教会在129之后 所经历的最大的困难 是我们无法用可见的方式 实现实体的 线下的主日聚会 这是我们教会 迄今为止 所遭受的 最大的亏损 感谢主呢 赐给我们 以网络的方式 可以稍微减轻这个损失 让我们透过 虚拟的空间 依然可以有 全教会的 集体的敬拜 然而我们 看到目前呢 我们教会的 最大的危机之一 就是主日 越来越不被重视 主日 越来越荒凉 主日的安息 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 越来越 越发的 稀少 越来越被忽视 我们看到 每一次 我们提醒弟兄姊妹说 8点45 你就可以登陆进来 预备 是直到9点钟 礼拜正式开始 我们的敬拜正式开始 还有 四分之一 有的时候甚至是有三分之一的人 还没有到 有许多人 在聚会的时候 是一边 听正道 一边 做其他事情 一边 甚至有人一边还玩手机 一边 一边做饭 一边干点 还有其他的事 一边玩 做游戏 我女士躺到床上 穿着睡衣 也觉得是自己 反正参加了 参加了主日 愿意打开视频的人 每一次大概 不到十分之一 有许多人聚会还没结束 就匆匆地离开了 主日学的时间 那也是我们 这一天的敬拜的 这个一部分 居然只有一半左右的人 有效量 有的时候甚至一半都没有 更可怕的是 更严重一点的是 有许多会友 不参加主日的聚会 我在这里列出来 我统计了一下 十月份的这个 前面的四个主日 我们在2020年3月 整理了一次会计 我在这里 因为你们知道的原因 我在这里 就不说我们到底有多少会友 但是呢 你现在可以看到 这些会友 这些数量的会友 当时我们整理会计说 委身在我们教会的这些 这些会友 那现在参加主日的比例 是多高呢 10月3号55% 10月10号62% 这是最高的 10月17日59% 10月24日58% 然后在参加 主日聚会的 这些人当中 有会友 有不是会友的 真的想要转会到这个教会的 还有木道友 还有我们的孩子们 所以这些不同的人群 所站在比例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教会有多少 到底有多少人 连主日聚会都没有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今天我们这间教会 最大的危机之一 危机不是 外面的逼迫 是我们里面 对施恩的主 所赐给我们的最重要的 这个恩典的 忽视和忽略 第三个呢 我们接下来看 第三个是关乎奉献 为什么奉献这么重要呢 因为奉献 表面上是关乎物质的 关乎钱包的 但是 耶稣 一语 种地 一下子揭示我们 这个 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选择 就是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 耶稣说 你们一个人 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物这个爱那个 就是种这个心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 在我们尼西米基当中 这里看到的这个 圣殿税 这个 以舍科洛三分之一 这个是什么 这在 摩西的律法当中 说这是生命的 俗将 每一个 每个以色列的 每个以色列人 都要 都要缴 那 圣殿税 表面上 圣殿税 但是这个叫做生命的 赎价 就是这个是 表明你们的生命 是主的恩典 是上帝的恩典 赐给你了 那你要交这个生命的 属将 但是你知道真正的 生命的属将 是基督 为蒙夫的 但是这是一个相组 那后面的这个 献祭的财 十一的奉献 都是在讲 你到底是在 委身哪一个国度 你到底是在拜上帝 还是在拜 你到底是在 敬拜 那一位独一的真神 你还是在 敬拜五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没有 统计 现在的这个 奉献的情况 也无从统计 到底有多少人 在这三年来 在偷窃上帝的 财物 在从 当给上帝的 当那的十分之一当中 窃取 我们不知道 那主都知道 求主来怜悯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来看见 我们刚才讲的 三个方面 婚姻 然后安息 和奉献 这三个方面 其实都是指向一个 核心的主题 就是与上帝的关系 与上帝的 立约的关系 定义了 以色列人的身份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一个核心问题是 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 又什么定义的呢 是我跟上帝的关系 来定义 我们前段时间 跟孩子们看了一部电影 叫亚瑟王 那个 就是新的那部亚瑟王 新的那部亚瑟王里面 亚瑟王他 他父亲被杀了 他从小 这个被漂流在河上 然后被妓女捡到 然后在妓院里面养大的 然后从小是个小混混 就像小流氓一样 然后后来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那个王子 但他不信 他不相信 后来他慢慢慢慢的 有一个身份的 觉醒的过程 他慢慢的知道 他到底是谁了 即使他是那个 那个国家里面 唯一能够拿起 能够拔出 那把宝剑的那个人 但是他 他依然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做那个 来带领众人 反抗暴政 然后带领众人 来得自由的 他不愿意 我想我们 一代一代的上帝的百姓 其实都是要经历这个过程 我们都是有 我发现我们都有一个 身份觉醒的过程 这个宗教改革 就是一个身份 觉醒的过程 这个复兴 教会的复兴是什么 教会的复兴是 固然大面积的许多人 醒过来 发现原来我不是 nobody 我不是这世上 吃喝等死的那群人 原来我是 上帝的百姓 我们生活的历史上 我们都 其实都有一种健忘症 我们都有一种 对历史的健忘症 但是对基督徒而已 最可怕的就是 这个身份的健忘症 如果我们忘记了 自己的身份 我们就会随波逐流 甚至会和这个世界 同流合物 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尼西米记 这里写到的上帝的百姓 立约 但是你知道 你再去看这个 这个约其实没有 什么新东西 都是旧的 那为什么要立约呢 就好像 我们以前不信主的夫妻 或者说我们不信主的时候 我们结婚 然后我们到教会里面 我们举行婚姻更新的营养 那么 你的那个婚约 其实实际上是存在的 而且实际上是上帝所立定的 你为什么要来举行婚姻更新礼呢 是要在上帝面前重新的来宣告 你们所立的这个盟运 那宣告你们是在 你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是王子娶了公主 而不只是张三娶了李四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来看到 尼西米记者里面所记载的 这些归正 这些这个 是不是只有这三个方面 需要归正呢 不是的 但是这三个方面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就提出来 其实你知道以色拉 他所做的这个 所带领的这一次 这个宗教的改革 奠定了犹太教的基础 有人甚至说 其实有人说 当然我们不知道 学者有研究说 不仅这个历代制 和以色拉记 尼西米记是以色拉写的 而且旧约的许多的点题 都是以色拉来整理的 这个整个旧约能够成书 跟以色拉的贡献是非常相关的 而这个以色拉的归正 它是根本上是向上帝的 圣约的归正 是向上帝的律法的归正 因为对于旧约子民来说 他们最核心的身份是什么 他们是律法之子 是妥拉的子民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种归正能够真正解决 以色列人的问题吗 以色列人是不是归正以后 就不再犯罪了 在婚姻上 在安息上 在这个奉献上都不再犯罪了 是这样吗 在其他方面我们就 然后我们立志 我们立志了之后 我们就不再犯罪了 是这样吗 不是的 其实这种归正 你会发现后面的很快 如果你继续往 VCP界后面往 十几年之后 他们就开始犯罪 但是这个归正本身非常重要 比方像马丁路德的 这个新教改革 这不是 其实不是新教改革 是像古旧福音的 一个回归 是一次归正 那是不是从此以后 教会就 就好了呢 不是的 你看到其实很快 很快 那德国的教会 很快就 就陷入到一种 一种很可怕的 那种荒凉 那种放任 道德的败坏当中 很快 在马丁路德在世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 这些 这些归正过来的 这些教会 很快的败坏 是不是 改革宗的教会 加尔文当时所制定的 这些改革宗的教会 他们就能够保住 一直就是好的呢 因为不是 其实改革宗教会 很快也是变成非常僵化 非常死板的 律法主义的 那样的教会 是非常可怜的 但是 为什么 要归正呢 我们看以色列的归正 他是为基督的道来做预备 在马克福音一章二节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 记者说 看哪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马克福音说 照这话 知己也看来 旧业当中 所有的先知 祭司君王 其实无不是在做这个 修植 主的路 预备 主的道 旧业当中 每一次的宗教 改革 每一次的信仰复兴 前面有 约西亚的复兴 比约西亚更早的时候 是大卫的复兴 比大卫更早的是 萨摩尔的复兴 其实有很多次 他们有宗教改革和复兴 但每一次的改革和复兴 其实并不能够 真正解决罪的问题 只有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人类才真正战胜了 罪和死亡 人类才真正战胜的最后死亡 请注意 耶稣基督是作为一个人 一个完全无罪的人 他钉在十字架上 当这样一个人 为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人类的罪 才第一次 第一次 真正的被诞生 当然你知道 耶稣之所以能这样做 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神 他不只是完全的人 旧约的这一些宗教改革 若不指向基督 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盼望 因为那些归正的父亲 很快就堕落了变质的败坏了 以色列很快就会继续的犯罪 马丁路德的归正不一样 新教的 五百年前的这个归正 它是像恩典 像古旧福音的归正 对于新约的百姓来说 我们和旧约的百姓 我们都是依靠基督 但是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他们是信靠一位必将到来的基督 他们仰望一位将来要来拯救我们的基督 他们是靠着这样的信心得救的 而我们呢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 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 我们是信靠那一位 已经为我们赐下这个 白白的恩典的这位基督 到底是他们更难呢 还是我们更难呢 你觉得哪个更难 我们 基督的百姓和旧的百姓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向着圣约来归正 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我们这间教会 不知道你们思想过没有 这间教会叫 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 秋雨圣约归正长老教会 而且我们简称的时候就叫 秋雨圣约教会 你经常叫圣约教圣约教圣约教圣约是什么意思 我们都是 我们的全部的盼望是基于上帝 他的圣约 他与亚当立约 与挪亚立约 与亚伯拉罕立约 与摩西立约 与大卫立约 最后的一个约是与基督立约 他与亚当立的这个约是根基之约在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这里面这个如果没有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 就是女人的后裔要击败蛇 要击碎蛇的头 要真正战胜这个 要实现这个亚当他在伊利元里面 失败的这个 要成功 那你知道 如果没有这个根基之约 后面的就无从谈起 那后面 这一切后面一切的故事的展开 他是基于上帝 起初的这个应许 起初他与亚当所立的这个根基之约 然后他与挪亚立了这个稳定之约 他说不再用口水毁灭全地 人再败坏 他不毁了 有一个稳定的宇宙 救恩的舞台 就是这个稳定的宇宙 挪亚是稳定之约 然后他赐给亚伯拉罕应许 说他要成为大国 而且万国的因他得福 然后他也借着摩西立这个律法之约 接着与大卫立王权之约 但最后呢 这一切的约都是在基督里面成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这个圣约教会 圣约是什么 圣约是一条归正的道路 是回家的路 是回到伊甸园的路 是有罪之人如何回到上帝的面前 是借着圣约 圣约来定义了我们真正的身份 在整本就业当中 有一句话 你会去查 他不断地回想 叫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百姓 我们是圣约的百姓 这是圣约定义的 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至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撒的人 圣约显明了我们真正的尾身 我们乃是为神的应许 神的国度 神的荣耀而活的一群人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没有约的 我们不是没有约的人 我们与上帝有个约 不是 你真的知道说是上帝与我们 有个约 祂是信实的 祂必定要成就这个约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这间教会 为什么叫圣约教会 这间教会后面还有一个名字叫 归正 归正是什么 就是改革 改革 我们表明我们是一些改革宗的教会 所以有很多人说改革宗教会 有些人搞不懂 什么是改革宗教会 在2017年王英牧师写了一本 福音的政变 宗教改革成事录 这本书当中的许多的思考 有点超前 我得说有点超前 这本书不仅是对于中国教会是重要的 对于西方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当中如果有英语比较好的弟兄姊妹 我们应当把这本书翻译出来 其实西方教会的弟兄姊妹应当听到王英牧师 这样的声音 因为西方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背叛了宗教改革 他们不断的改革宗教 从而离着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越来越远 越来越非福音化 越来越去基督教化 西方教会现在很多都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俱乐部 变成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会 而中国教会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还没有好好地成为宗教改革的后领 就被各种现代主义的潮流席卷 被异教之风刮得飘来飘去 王英牧师在那本书当中说 只有让一间教会既是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 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才是宗教改革的真儿子 其实归正的意思是什么 王英牧师他说 他说就是拯救宗教改革 今天我们在宗教改革504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要谈这个归正 不断的归正 以圣约为根基不断的归正 因为归正的意思就是拯救宗教改革 换成一句 著名的拉丁格言 那个拉丁语我不会念 翻译成中文是 归正的教会永远需要归正 所以改革宗就是改革宗 永远在改革 我们永远在归正的路上 归正的教会永远需要归正 我们往哪里归正呢 我们就是往五个围独来归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五个围独是什么 还记得吗 唯独信心 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唯独基督 唯独上帝的荣耀 最近教会的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教会有目标的 很多人都关心教会的目标是什么 教会的目标就是 敬拜和侍奉上帝 我们以改革宗信仰的五个围独 来配合的敬拜 教导 牧养团器和宣教的五个目标 来描述教会 敬拜和侍奉的 这个蓝图 这五个目标 勾画出一个完整的 以神为本的基督徒人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 就是一生荣耀神 并以他为乐 知道永远 有没有看到 这五个目标 这五个方面 第一个 在荣耀中敬拜 为神的荣耀而活 唯独神的荣耀 在真道上教导 靠神的话语而活 唯独圣经 在恩典中牧养 为神的子民而活 唯独恩典 在基督里团器 与属神的人生活 唯独基督 在信心中宣教 为神的使命而活 唯独信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是否 是这样的一个 宗教改革的后裔 你是否 真的愿意 委身在这间教会 来我们一起来 走这一个 天路 这一条 不容易的路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最后我 特别的邀请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 重新的 回顾这个 旧宇甚约教会的 会友盟约 我邀请每一位 在小组当中 聚会的组长 你们可以 可以带领 小组的弟兄姊妹 可以站起来 我们 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重新的回顾 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宣读 旧宇甚约教会的 会友盟约 我请每一位 在家里面敬拜的 弟兄姊妹 也从你们的座位上 可以站起来 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友 如果你不是我们的会友 就请你坐的 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友 就请你站起来 小孩子呢 可以不站起来 我们成年人 成年人 如果你是成年的会友 是领餐的会友 请你可以从你的位置上 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 重新的来宣读 旧宇甚约教会的 会友盟约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宣语 基督的名 我们宣语 基督的名 我们宣语 先约你 所以 świat尴也 在座位上 谐上 一个名 回顾 我们宣语 正约教会的 宣语 因为我们是 他的 宣语 就让我们宣告 封面 我聆重教会 在局面 本教会 请到白色 要党劝勉和成绩 我们承诺 我们立志 宝贝寗 我们弟子 我们弟子 余祖道廢佬 余祖精在活着的余祖道 余祖聖地在活着的余祖道 余祖祖英国的余祖光 因此我们有特殊的余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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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我们立志 我們樂意奉獻尽全ool 我們修織 我們修織 守衝鎮的新的辦法 人生的方式 愛し我們人們的心 祐幸福美好 人生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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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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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